想要在职场中快速升职 了解一下拿破仑的经历 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拿破仑除了个人能力强之外 他还特别善于结交一些重要人物 按东北话讲 这叫 在土伦战役时 拿破仑靠着自己老乡 萨利切地特派员的关系 当上了土伦的炮兵指挥官 后来 他又借着萨利切地和巴黎的关系 接连调走了两个 自己看不上的外行上级 拿破仑这才有了施展自己能力的机会 在土伦一战成名后 24岁的拿破仑被破格提拔为准将 接着 他又被任命为意大利军团的炮兵指挥官 在意大利军团的这段时间里 拿破仑也没闲着 他在部队中结交了罗伯斯比尔的弟弟 小罗伯斯比尔 在认识小罗伯斯比尔之前 拿破仑写过一本支持雅各宾派的小册子 叫《伯开尔晚餐》 在萨利切地和小罗伯斯比尔两人的帮助下 《伯开尔晚餐》得以公费出版 有了这本小册子作备书 雅各宾派们相信 拿破仑是政治上可信的军人 也放手让他去大转拳脚 这段时间 拿破仑可以说是春风得意 他还追求了一位叫德西雷的姑娘 德西雷他们家很有钱 德西雷的姐姐朱丽 嫁给了拿破仑的大哥约瑟夫 拿破仑的这位大嫂 给拿破仑家带来了40万法郎的嫁妆 靠着这笔巨额嫁妆 拿破仑家族窘迫的经济问题 算是彻底解决了 可是好景不长 随着雅各宾派的倒台 拿破仑本人也受到了牵连 热月政变后 罗伯斯维尔兄弟俩被送上了断头台 和小罗伯斯维尔走得很近的拿破仑 自然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不过拿破仑当时待在尼斯不在巴黎 他要是在巴黎的话 估计就得和罗伯斯维尔兄弟俩一起去见路易十六了 可即便远在尼斯 拿破仑也逃不掉被抓的命运 1794年8月9日 一名军官带着十个士兵来到拿破仑在尼斯的住处 将他抓了起来 逮捕他的官方原因 是因为他把炮台架在了马赛士朝向陆地的一侧 一些市民认为他是准备用炮台对付老百姓 就把他给举报了 但后来因为证据不足 拿破仑又被放了出来 出狱后的拿破仑想着把自己老家科西加 从保利和英军的手里夺回来 就率领15艘船 载着1174门大炮和16900名士兵 从马赛出发前往科西加 结果这支法国远征军在海上遭遇了英军舰队的拦截 无法抵达科西加岛 整个计划也就泡汤了 拿破仑在法国上岸八天后 被调任到西方军团担任炮兵指挥官 可拿破仑却不打算前去赴任 因为当时西方军团的主要任务 是镇压旺带保王党的叛乱 在拿破仑看来 这并不是什么出彩的活儿 况且西方军团司令奥什将军 只比自己大一岁 就算在奥什手底下干得再好 自己恐怕也没什么生前机会 于是他就跑去了巴黎 想谋求一个更有前途的职位 到了巴黎之后 拿破仑去找了代理战争部长 代理战争部长心想 怎么着 安倍你去旺带当炮兵指挥官还委屈你了 既然炮兵指挥官你不愿意干 那行啊 现在你立马给我回旺带 去当步兵指挥官 拿破仑一看吃了憋 就用上了以前的老套路 说自己病了 没办法去军中复任 得好好休养一阵 可战争部当时有规定 想要休养的话得提供患病证明 拿破仑是临时装病 手里哪有患病证明啊 按规定 他必须立即去旺带夫人 可拿破仑直接无视战争部的规定 继续在巴黎闲逛 他还尝试进入巴黎的社交界 来结识更多的重要人物 可那时候他穷啊 拿着失业将军半薪的他 也没什么多余的钱去打扮 巴黎的那些夫人们 看见他穿的寒酸也都瞧不上他 据当时见过拿破仑的女士们回忆 拿破仑那时穿着一双破靴子 靴子上的黑鞋油都没抹匀 他当时体和瘦弱 脸色蜡黄 头发上扑的粉也乱糟糟的 看起来活像一只穿靴子的猫 人点背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 在这段时间里 拿破仑又失恋了 德西雷的母亲 不让自己的女儿再给拿破仑写信 至于具体原因是什么 在我查到的资料中 没看到相关的解释 我猜呀 可能是德西雷的母亲 觉得拿破仑他们家条件不好 显让女儿嫁个更好的人家吧 等到了1795年8月中旬 战争部命令还在巴黎闲光的拿破仑 马上去战争部下属的医学委员会体检 拿破仑看装病这招式用不下去了 就向自己认识的一些政客们求助 之前在土伦战役时 国民工会的委员保罗巴拉斯 从萨利切地那儿听说了拿破仑 拿破仑也通过萨利切地认识了巴拉斯 巴拉斯是热越党人中的知名人物 后来还做了都政府的第一都政官 所以即便在雅各宾派倒台后 高层中仍然有相当硬的靠山 靠着巴拉斯的关心 拿破仑被编入战争部的下属单位测汇局 别看测汇局这名字不起眼 在当时的法国这可是个很重要的部门 他负责从各司令处收集情报 部署军队调动 准备详细的行动指示 还要协调后勤 在这里拿破仑学会了从战略角度思考问题 也学会了如何平定将军们的能力 在测汇局工作期间 拿破仑又认识了卡诺 塔利安等法国的高层政要 这时拿破仑想要在政治领域出圈 还缺一个展现自己的机会 很快这个机会就来了 1795年8月 国民工会通过了新宪法 新宪法规定 在新的立法机构中 现在国民工会的代表 又占有三分之二的席位 这是热越党人为了保障自己的统治地位 防止立宪派和雅各宾参与 进入立法机构的措施 立宪派眼看东山再起的希望落空 便联合保王党组织了反对活动 共和力普月12日 巴黎保王党开始暴动 参与者有24000人之多 此时恰好是巴拉斯负责评判 巴拉斯连夜召来拿破仑 任命他为内防军团副司令 要他动用一切必要手段镇压叛乱 普月13日一大早 拿破仑命令第21列骑兵团的上尉缪拉 率领100名骑兵 前往三公里外的萨布隆营地 夺取当地的加农炮 并运回巴黎市中心 当时看守萨布隆营地的叛军只有50人 缪拉的骑兵很轻松就抢到了这些炮 上午6点到9点 拿破仑布置好加农炮的位置 然后让步兵们在加农炮后面列队 同时他又派了预备队去守卫国民工会的所在地 都伊勒里公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 拿破仑轮流视察各处火炮 当天下午4点 叛军涌向都伊勒里公北部 拿破仑的部队一开始保持了克制没有开火 直到叛军中有人开了第一枪后 拿破仑才下令开火 当时拿破仑的大炮里装的是葡萄弹 葡萄弹是在一个大的金属外壳里边 塞了一堆小的千枝弹丸 这种炮弹从大炮中发射出去之后 外面的金属外壳就会裂开 里边的千枝弹丸喷射出去之后 就形成了一大片的范围伤害 看到对面用了葡萄弹 叛农者们当场就吓懵了 开始四散奔逃 到了傍晚6点左右 巴黎大部分地区已经得到平定 当天约有300名叛农者被打死 而拿破仑的部队仅损失6人 成功镇压了葡营暴动后 拿破仑被巴拉斯升为师级将军 不久之后又升任内防军司令 这时拿破仑也才只有26岁 升官后的拿破仑手头终于不紧巴了 他现在一年的年薪就有48勤法郎 拿破仑住进了豪宅 每次出门也都坐着漂亮的马车 有钱之后拿破仑吃的也好了 他瘦骨铃群的身子也变得壮实不少 穿衣打扮的品位也上来了 再也没有人嘲笑他是穿靴子的猫了 普悦暴动结束后的一段时间 拿破仑负责监督收缴巴黎所有的民间武器 这时候拿破仑被一个漂亮的寡妇给相中了 这位漂亮的寡妇就是约瑟芬 当时约瑟芬让自己14岁的儿子欧人 去拿破仑的司令部要回自己父亲的配件 拿破仑自然懂得其中的暗示 便顺水推舟认识了约瑟芬 对于拿破仑来说 约瑟芬不光漂亮 他在巴黎还有着极佳的人脉 这些宝贵的政治资源 对于拿破仑来说更是求之不得 于是俩人一派即合 出了不到半年就决定结婚 一起96年3月9日 拿破仑和约瑟芬登记结婚 为了缩小两人之间6年的年龄差 拿破仑在登记时给自己多说了一岁 约瑟芬则把自己的年龄往少说了4岁 在俩人结婚前 巴拉斯还给拿破仑随了一份大礼 将意大利军团司令这个职位送给了他 这回拿破仑就任时就积极多了 也不像之前那样老是装病了 结婚两天后 拿破仑就离开巴黎前去赴任 一个这么年轻的司令 去统领一个军团 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在下期视频中 我们接着讲